這個沒辦法 閃閃被吹到變形 桂姐想冒雨衝去搭車 卻被強風很肯逼腿 我們怕死人了 我們要打卡 風大到沒辦法走去搭接駁車 幾十人困在門口 現在就不知道怎麼出去 他們不是有接駁車嗎 接駁車也在外面 他們覺得今天早上 應該不用就不用來 我們也想 但是印象更大 不要害我啦 早上7點颱風才剛出路 桂姐們被通知要上班 大風大雨淋得好狼狽 下2點颱風都登陸了 暴風圈籠罩全台 金華城才驚覺危險全部修管 但風更強 雨更大 要人怎麼回家 我們坐計程車來還要花錢 他也沒有補貼我們來上班的錢 雖然金華城緊急調度接駁車 送員工 遊客們到吉潤站搭車 但桂姐還是難息怒火 甚至還傳出颱風天空櫃 會被金華成罰款6000元 我知道說你對啦 你是希望說是大發財 可是發財也不是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開玩笑 去年是這樣 去年也是這樣子 在這麼一個颱風天之下 他們沒有來的話 是絕對不會受到有任何的一個 阻罰或是罰款的事情 好不容易叫到車 卻被吹得東倒西歪 遠雄溝廣場門口露宿都被吹倒了 緊急宣布修管 早上不少員工搭公車來上班 下午停時要怎麼回去啊 讓他們上班其實也是比較危險 我們剛才就覺得很危險 獨牌眾議 兩家百貨選擇颱風天一夜 各種心酸 貴姐心裡最清楚 介紹陈茂 憲林台報導